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的正赛已与北京时间今天全面开打 这项被誉为第五大满关的赛事 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那么回顾近些年的冠军又会有什么惊喜发现呢 近30年赛会最成功的选手无疑是已经退役的费德勒了 他与德约科维奇共享了史上最多夺冠次数五次 除此之外他还分别获得了四次亚军 都是连续屈居 其中2014-2015是输给了老对手德约科维奇 而2018-2019则是连续不敌两位美王冠军 德尔波特罗和蒂姆 成全了两者迄今为止大失赛唯一一贯 费德勒曾在自己的巅峰期完成过一次三连贯 2012和2017年他又分别击败伊斯内尔和瓦林卡问鼎 德约科维奇则在2008年首次登顶 2011年第一个个人巅峰自然年再次夺魁 2014比2016年又完成了一次三连贯 他唯一一次在赛会决赛失利是在2007年 当时布迪纳达尔成就了对手维二的赛会夺冠 另外一次是在2009年另外一位巨头穆雷就没这么幸运了 他仅仅在2009年打进过一次决赛 结果和前辈亨曼一样 无缘冠军 美国球员在这项本土赛事中的表现历来不俗 包括桑普拉斯 考瑞尔 张德培就携手完成过五连贯 此外还有阿加西在2001年击败桑普拉斯问鼎 历史上夺得该项赛事冠军的世界第一大有人在 包括澳洲野兔休伊特 两次智利孤朗里奥斯 此外诸如澳洲大炮菲利普希斯 西班牙红土名将克雷特加 光头刘比西奇也曾荣耀登顶 获得亚军的同样赫赫有名 包括纳达尔现役教练墨亚 前英国一哥鲁塞德斯基 瑞典人恩奎斯特 前美国一哥罗迪克 大鱼费什等 近五年来该项赛事也诞生了众多的新大事 除了蒂姆和德尔波特罗外 前年英国人诺里在决赛 击败格鲁吉亚大胡子巴西拉什维利 去年则是在一场拉锯战后 现役美国一哥弗里茨拿下纳达尔 今年两位赛会前冠军 德约科维奇和纳达尔同时缺席 使得前赛会冠军只剩诺里和弗里茨 是他们中间的一人再次捧背 还是有新王诞生 让我们拭目以待 来源网球之家作者罗晨七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录